必頓拿走快,我好趕時間 你為何搞得這麼趕 我趕著去市政處搞廣告牌照續期 每年一、二月要續期 遲了續期要交付加費 還可能令到牌照失效 你記住帶保險單過去 其實由2020年開始 廣告牌照續期網上就可以辦理 全程幾分鐘就搞定 持牌人只要用一戶通帳戶 登入市政處長期廣告及招牌 準照網上續期系統 選擇需要續期的牌照 輕輕鬆鬆就可以搞定 還可以一次過幾個牌照一起做 超方便 真的嗎? 連保險單都不用交過去? 如果是法例規定需要買保險的話 只要將保險單的資料 按系統要求填寫就可以了 全程無需上載任何文件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牌照要從哪裡拿? 當續期申請或批後 就會收到電郵或短訊的通知 只要登入續期系統 就可以下載和列印最新牌照了 真的很方便 是啊 現在由申請到拿牌 全程上網搞定 不用特地去到市政處續期 市政處的服務 即是不斷優化 和用心服務市民的 那我都快點上網試試 市政處持續優化各項行政手續 及電子服務 致力為市民及業界提供更優質及便捷的服務 閃電